与语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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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和众弟兄姊妹 一起在主里面继续用祂的话 在主里面一起来交通和思想 今天我要继续用约翰福音第10章 十一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跟弟兄姐妹来思想 主是好牧人 我们怎么样跟随好牧人 这段经文不长 我们就一起来攻读它 请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阳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阳 我的阳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阳舍命 我另外有阳 不是在眷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的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 内中有好些人说 他是被鬼附着 而且疯了 为什么听他呢 又有人说 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 鬼岂能叫虾子的眼睛开了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祢的恩典 让我们继续的能够来到祢的面前 在祢自己的施恩座 在祢的面光当中见祢的面 阿姆德主我们感谢祢 因为实在是祢救赎了我们 实在是祢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 我们感谢祢的恩 让我们的心归给祢 阿姆德主啊 求祢的圣灵 今日在这里 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使我们都从祢那里领受 从祢那里得着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读到第十章的经文 再到第十章之前 我们看到了在第九章 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 祂就是光 跟从祂的不在黑暗里走 不要得着生命的光 那么人活在黑暗当中而不自知 这就是第九章要告诉我们的 所以在第九章 那么上帝安排了一个 生来是瞎眼的人 那么用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 来告诉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生来是瞎眼的 我们都是生来是瞎眼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 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 并没有自由 所以但是困难是什么 难题是什么 难题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 我们不认为我们生来是瞎眼 我们认为我们看得见 所以当日法利赛人跟耶稣 讲这个话的时候 耶稣就说了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所以这话甚是难懂 但是我们熟主的人 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是在罪的权势底下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对的是 事实上那也是一种罪的权势之下的对 所以我们实在很难去脱离那罪的权势 所以这罪的权势从哪里来呢 罪的权势 如果它只是一个是非的分别 那我们总会觉得罪就是那些错掉的事 不对的事 不公义的事 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讲 圣经不是这样讲 我不说那些错的事 不对的事是对的 而是说圣经讲的要比这个严肃多了 圣经讲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所以当我们从律法里面可以看出来 那么我们就活在罪的权势之下 这就是要我们去思想的 所以第十章一开始 主耶稣就告诉这一群犹太人 告诉他的门徒 那么上帝把犹太人圈在律法 这一个圈子里面 正如同羊被圈在羊圈里面 那么在羊圈里面的羊 那么就像人就在这个律法 这个羊圈里面被牵住了 那这一群犹太人 这个羊圈并没有门 也就是这些羊是出不来的 那么要等到耶稣来了 所以耶稣就讲我就是门 我就是羊的门 那么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所以这一个观念 对当时的犹太人实在很难懂 其实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 也是很难懂 也是很难懂 因为我们总觉得 我们信耶稣就得救了 但是我们的罪是得赦免的 我们是在主的面前 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但要紧的是什么 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活在 这一个新的生命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活在 那一个真理而来的自由当中 当我们讲有永生的时候 我们冷难要去思想 永生对我们的观念是什么 所以使徒保罗在 罗马书的时候一再的强调 那么罪作王叫人死 恩典借着义作王 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 所以当我们讲到罪作王 也讲到义作王的时候 那么在当中 我们就要去思想的 这强调的就是一个 那么罪为什么作王 因为罪的诠释是律法 我们不认为罪是一个诠释的 但罪实在是一个诠释 我们以为罪只要能够分别是非 我们就可以不犯罪 所以我们教孩子的时候 也往往是这样 我们就告诉他 爸爸有没有讲过 有 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 那为什么还做错 为什么还做错 因为就是罪的诠释 可是我们总是在那里讲 对 错 对 错 但这些 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人活在罪的诠释底下 我们活在罪的诠释底下 这就是罪的诠释 罪的诠释怎么挪去 挪不去的 因为我们要分别是非 就要讲律法 那罪的诠释就是律法 所以它是一个 没有办法脱离的难处 那唯有什么 唯有靠耶稣基督成为 这一个律法的门 才能够帮我们从律法之下带出来 才从律法之下带出来 使我们活在恩典之中 所以主耶稣就讲 我来的是要叫羊 就是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从这个角度来思想 主是世上的光 我们要跟着祂走 不再做罪的挟制 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 我们能够在自由里面 得着那真理里面 得着那真正的自由 能够得着自由 只有一个门可以进 那个就是 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 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 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 我们才能够得着真实的自由 那么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得着的 那么耶稣要成为这一个救赎之门 有四个不能够改掉的条件 祂如果要代替我们 祂就要跟我们有一样的生命 所以祂必须身为人 祂如果要带我们成为那一个祭物 那么祂就不能够犯罪 要不然祂也不能够代替我们 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祭物 不仅如此 祂更是要愿意将我们众人的罪 归在祂自己的身上 所以祂必须是一位 代替我们受罪罚的主 最后这些还不够 祂必须能够从死里复活 才能够胜过罪跟死 如果我们把这些放在心上 那么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如何呢 如果耶稣为我们死 也从死里复活 把永生归给我们 那我们跟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几多人以为我们跟祂只是一个蒙恩报恩的关系 蒙恩报恩的关系 曾经我跟一个西方的宣教士谈 他说你们华人有一个福音上最大的难题 我说什么难题 他说你们有送礼的文化 我说送礼的文化不是很好吗 礼尚往来 他说因为你们送礼的文化 所以导致你们对主的恩典的领受 总是存在一个对等的关系 我们总是存在一个对等的关系 所以 我们总是不能够去体会什么叫做白白的恩典 我们总觉得别人对我有这个恩典 我就要有一个相对的来回应他 他说这不是救恩 救恩大到一个地步 救恩大到一个地步 你做什么都在对这个救恩 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回应 因为救恩实在是我们 无能为力 也毫无能够使力的上的 对这个恩典的回应 我们只有一个全然的摆上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说上帝你给我这个恩典 所以我就来做一些回应你 我就来摆上一些回应你 他跟我说 不是你们想象的这一个 这个送礼的文化 但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来思想 不从这个角度思想 用从这段经文的角度思想 当耶稣讲 祂就是世上的光 要跟祂走的时候 祂讲一个关系 就是祂是好木人 我们是羊 祂是好木人 我们是羊 如果祂是好木人 我们是羊 大家可以想 羊对这个好木人怎么报恩 是吃着胖胖的 然后呢 然后把自己献上给好木人吃了吗 其实这就是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比这个更要紧的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在祂的眼中 正如同一个木人 跟祂自己的羊一样 祂是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出来 领出来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祂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木人跟羊的关系 所以这段话一开始就说 我是好木人 好木人为羊舍命 我不是故宫 故宫不会为羊舍命的 看到危险故宫会逃 但好木人不会 好路木人是因为羊是自己的 所以祂可以为羊舍命 祂可以为羊牺牲自己 祂可以主动的出来面对羊的难处 主动的出来面对羊的威胁 主动的出来为羊争战 弟兄姐妹 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 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其实祂不是躲在背后的 祂不是隐藏在背后的 其实祂是为我们征战的主 当我们有困境的时候 当我们有威胁的时候 祂是会跟我们同在的 因为祂顾念我们 所以主一再的强调 祂是谁 祂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祂是来服事我们的 而且祂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祂来服事我们 祂愿意为我们舍命的 祂这一个是最大的爱 人可以为朋友舍命 没有比这更大的爱 我们主就用哪一个最大的爱 来向我们彰显 所以耶和就讲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这些话我们要放在心上 因为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 不仅谈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祂是好牧人 我们是养 我们也要谈 我们跟主所托护 给我们养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也是好牧人 主所托护给我们的孩子 我们做父母的 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牧人 主说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这段话 其实蛮难懂的 以前我读这段话的时候 就觉得主你讲这个话不合理 你认识我 我知道你认识我 必然的 你是神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是有限的 那么 父跟你的认识 那是全然的认识 怎么可能一样 你想我们对主的认识 跟圣父跟圣子之间的认识 可以一样吗 所以如果我们去查认识这个字 我们就知道了 他不是单单讲知道 讲理解 讲明白 讲察觉 讲熟悉 不是单单讲这些意思而已 认识 在圣经中有一个 比这一个更高层次的 就是关系上的认识 关系上的认识 当亚当认识夏娃 也用认识这个字 我们和尔本就翻成同法 那是一个最亲密关系上面的认识 所以主在这里讲什么 讲我们跟他的关系 正如同父跟他的关系一样 是一个最亲密的关系 是一个合一的关系 是一个合而为一的关系 所以他说 我是好牧人 我跟我的羊是合一的 我们也会接受 我们跟主是合一的 但我们要进一步的思想 我们跟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羊 是不是也是合一的呢 为什么主要强调这个关系 因为他说 因为我是好牧人 我跟我的羊有这样的认识 并且我为羊舍命 这个关系就是一个 可以舍命的关系 是一个舍己 顺服 合而为一的关系 这个合一 是合一到一个地步 可以为对方舍命 舍己 可以为对方顺服的关系 所以主在这里讲 他是好牧人 他愿意为我们舍己 所以舍己做什么用 合一做什么用 因为合一才能够服侍对方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人子来了 不是要受多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服侍人 并做多人的暑假 为人舍命 所以他的死 借着合一成为我们的死 他的身借着合一成为我们的身 所以合一 使主的身 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每一个受洗归入主的人 我们是以主同死 同埋葬 也同护活的 那要紧的 我刚才说了两个面向 一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 我们是羊 他是一个好牧男 另外一个面向是 我们跟主所托付的羊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借着合一 来服侍他们 成全他们 借着彼此的合一 在当中 能够顺服 能够舍己 主是好牧男的第三个面向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 他说 我要领出自己所有的羊来 一个也不失落 前面一到十节 主耶稣说 这个圈里头有我的羊 我按着名 叫他们 他们就跟我走了 然后十六节说 我另外有羊 不是在眷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 所以这里讲 我们基督徒知道 这讲的是什么 就是 属主的人 不单单在犹太人当中 也在外邦人当中 所以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 把这两个分开的群体 借着十字架归为一体 使两边 无论是犹太人 或者是外邦人 都得以神和好 不管在远处 在近处 福音都可以传给万邦 所以我们都是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来到父的面前 这是一个要紧的事 一个也不失落 一个也不失落 主说我们是他的羊 一个也不失落 同样的 我们也要把他放在心上 主所托付给我们的是否 我们也相信 一个也不失落 第四个 主耶稣讲的 我父爱我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娶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守受的命令 主耶稣讲的 天父爱他 所以他可以把他的命舍去 但他可以再娶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有权柄舍 也有权柄取回来 即使是这样 这是父给他的命令 所以他愿意舍 这叫甘心 甘心顺服 甘心顺服神 这一段经文 早期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常常会跟基督徒抬杠 我说耶稣是神 对不对 基督徒说是 那耶稣是不是 死的可以再复活 他说是 我说是的话 死就不算什么 如果一个人可以死的再活 死的再活 死对你算什么 我说你们基督徒干嘛 把耶稣的死 讲得这么重要 反正他可以再活 不是吗 这个问题常困扰我 常困扰我 因为我觉得 耶稣你爱我 所以你可以死 但我爱人我不能死 因为我死了我就活不起来了 对不对 不是这样吗 如果愿意为一个人舍命 我死了就没了 因为我根本没有权柄 怎样 得回来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了 后来我在看到 看到这个时候 在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 我后来知道了 信仰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不是在于能不能 不是在于能不能 上帝要死死而复活 他都可以做的 不是吗 因为一切都是他造的 他本来就是可以从无便为由 不是吗 如果你要讲能不能 对上帝来讲 凡事都能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其实信仰的问题 或者说生命的问题 在于肯不肯 难处在于肯不肯 我们真正问题在于肯不肯 不是我们不知道对错 但重点在肯不肯 我们的孩子知道 他现在不好好去写功课 那么等寒假快要结束 他就会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不在于能不能 在于他肯不肯 现在就做功课 耶稣是可以复活 可以把命舍去 也可以拿回来 重点是什么 他为什么肯 他为什么肯 他为什么肯做这件事 所以我说生命的问题 在于肯不肯 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不在能不能 其实在肯不肯 我们肯不肯 我们肯不肯退后半步 不要说一步 我们肯不肯稍微弯下一下腰 我们肯不肯 多体谅他对方一点 我们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就是在肯不肯 所以天父对以赛亚先知讲 我们可以猜拳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天父有没有问说 谁能为我们去 不是 问题不在能不能 生命的问题 信仰的问题 就在一个我们肯不肯 我们肯不肯信得过神 我们肯不肯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 全然的依靠神 我们肯不肯放下一些 我们觉得不是很好的 但我们又放不下的 其实信仰的问题就在这个肯不肯上面 这个肯不肯 牵涉到的是什么 牵涉到的是一个 我们愿不愿谦卑一下自己 我们愿不愿谦卑一下自己 主说 我愿意舍的 好再娶回来 好再娶回来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徒的信仰一定是 舍了好再娶回来 舍了好再娶回来 为什么 因为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的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的就结出什么 许多子粒来 这我们很熟 你只有唯一把他舍出去 让他死 他才可以怎样 结出许多子粒来 一个人 如果想要赚得全世界 那么失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唯有我们愿意把这个生命舍了 我们才可以得出 取回来的 是更加的丰富 是百倍的丰富 这是主应许的 唯有舍了 才能取回来 所以 圣经的 在这一段 好牧人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好牧人在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历程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历程 是出死入生 但要先死 才有生 先死才有生 如果我们要跟随主 那么我们一定要明白 主是为我们舍命的 主是为我们愿意舍己的 主是愿意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把他自己前蓝都给我们的 主这样对我们 乃是要让我们对他前蓝 放心的下 主是好牧人告诉我们 他真的认识我们 许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认识自己 但我们的主真的认识我们 而这个认识 是怎么样的认识 乃是要跟我们合而为一的认识 主是好牧人 所以他总是在前头走 总是在前头走 他不是躲在背后的 主是好牧人 所以他甘心顺服父的旨意 来回应父的爱 所以当我们把主是好牧人 拿来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自己 我们是什么样的羊 我们是听主声音的羊 跟着主走的吗 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他们也跟着我走 羊不跟着僧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紧的 我们有跟主的声音走 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吗 第二个 他讲的 那么我们跟主是合而为一的 他为我们舍命 他给我们连结 我们是紧紧的跟随他的 这是我们要思想的 第三个 我们也要反省 我们是否在光中行 是否在 还是在黑暗中呢 还有一个要紧的 主耶稣带领他的羊 是两下合而为一的 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思想 我们是不是在 这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 跟弟兄姐妹合而为一 一个基督徒不可能 离开弟兄姐妹 然后他说 我可以得着生命的建造 圣经不是这样写 圣经讲的是什么 我们是相互为肢体 圣经讲的是 他所赐的 在教会当中 有各样的职份 有各样的恩赐 我们是借着弟兄姐妹的恩赐 跟我们的恩赐 彼此配搭生命格建造的 所以基督徒的信仰 不是一个个人的修行 不是的 他必然是要被摆在 一个群体当中 而在这个群体当中 是怎么样活出来呢 是跟主一样 跟主一样的 这个跟主一样 就是主所做的 我们也跟着做 而且做的比他更大的是 我们做的要比主 做的更大的事 这是主 把他自己的羊 托付给我们 我们怎么做 比他更大的事 乃是因为 我们愿意效法他 我们愿意在当中 主动的牺牲 主动甘心的摆上 所以主把他的羊 托付给我们 我们就问一个要紧的事 我们愿意为主所托付的舍命吗 如果我们是 主把孩子托付给我们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主对彼得说 你喂养我的羊 主把彼得设立成为一个牧人 那彼得就要去想 他可以喂养舍命吗 主说他跟他的羊合一 所以我们也要问了 我们跟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羊 我们能够跟他们合一吗 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一吗 从我们最亲密的关系开始 我们开始思想 我们能不能合一 我在说合一是一个关系 是一个关系 是一个从接纳的开始 从彼此担待开始 然后可以相爱 可以互相的去成全 主也在讲 他在前头走 他的羊在后面跟 所以这也是一个 对我们来讲的 一个要紧的吩咐 我们甘不甘心做榜样 我们甘不甘心 在那些我们身边的 比我们灵命小的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能不能甘心成为一个榜样 走在他们的前头 还有主说 父是这样命令的 他甘心的顺服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甘心的 愿意顺服 那么照着天父的旨意行 最后要紧的是 如果把这些整个归纳在一起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信仰的进程是什么 信仰的进程是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互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信仰的进程是从顺服 舍己 舍命 最后死 然后再被升到什么 至高 这段话 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这个 如果我们愿意跟随好木人 我们就要知道 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 如果没有死就没有生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我们必须走入那个死 当你跟你的配偶有纷争的时候 你要问了 你愿意为他舍命吗 其实对付的不是别人 对付的是自己 你愿意为他舍己吗 你愿意为他顺服吗 当你我对跟我们旁边神所托付的人 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怎么帮助这些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在信仰上能够有所经历 其实最艰难的 是陪他们死 如果你要问说真正信仰的经历 我就跟弟兄姐妹讲 陪他们死 什么叫陪他们死 就陪他们一直到一个地步 他们不挣扎 他们可以把这些事全然交托给神 直到他们愿意真的 不再为自己的面子 不再为自己的想望 不再为自己的那个私欲 而做挣扎的时候 就我讲的死 当一个人真的向着自己死 他才能够向神 这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讲的 你们看罪 当看自己是死的 你们要向着肉体死 你们要向着罪死 你们更要向着律法死 我们的信仰一定是先进入那个死 在那个死的底下 我们才会全然的交托给神 不在那个死底下 我们还有很多能力 可以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 但许多时候 信仰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 让我们无能为力 让我们无能为力 李荆导牧师在讲到 雅各在亚伯渡河的生平之后 亚伯渡河的生平之后 雅各的这个人怎么样 其实雅各后面这一生 从亚伯渡河渡口之后 就是四个字 无能为力 不是吗 他的孩子 彼此之间有那么大的问题 雅各能做什么 无能为力 暗认被亚沙龙杀了 雅各无能为力 不是雅各 那个大卫 我是讲雅各自己在 在这一个亚伯渡河之后 他的孩子把别人杀了 雅各只有说 你们死我在当中有臭名 约瑟不见了 他也没有办法 他只有什么 全然的 只能在当中 看起来毫无盼望的 走到人生的尽头 但上帝却在埃及 使他见早的约瑟 大卫犯罪之后 他也无能为力 他对他自己孩子之间的冲突 他无能为力 他面对亚沙龙的叛变 他无能为力 我们常说 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 圣经把一个属他的人 带到一个地步 是无能为力的 摩西四十岁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很有本事 可以救以色列人 可是上帝却让他到旷野四十年 到旷野四十年之后 出来了摩西是什么样的人 无能为力 他跟上帝讲 这个我没有办法 我做不到 我不是说上帝要一个人 无能为力 而是什么 其实无能为力的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全然的依靠 全然的依靠 信仰的进程是这样 我们必须顺服到舍命 对神的话 全然的信靠 然后我们才经历 护活的大难 这也是我最近 一直在经历的一些事 我总希望很多事情 借着自己的聪明 智慧都可以解决的 但我发现不是这样 人的问题常不是这样 常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 一起来思想 如果我们认识 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就知道 祂是一个 祂是我们全然可以依靠的好牧人 是一个跟我们合而为一的好牧人 是一个我们应当警醒跟随的好牧人 然而在这世上 有许多的艰难会在那里 所以主问了彼得 祂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们总在信仰的路上 有很多这些在那里 我们总要去思想 如果我们是主的羊 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 我们愿意听主的话跟祂走吗 我们愿意笑话祂 我们愿意承接使命吗 我们愿意像祂一样 甘心舍己跟顺服 顾念主所托乎的羊吗 这也是在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要去思想的 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 我们信仰的路是好再取回来 只有先走到死 再把它取回来 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这样 只有把以撒摆在祭坛上 准备动手杀他的时候 他才看到说 也要怀疑的 这是命令 也是甘心 然而我们并没有权柄取回来 我们没有权柄取回来 那我们还舍吗 是 我们还舍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应许 我们的信就在这里 因着信 因着神是信实的 所以我们有勇气 或者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舍 我们有勇气 我们也有信心 我们会取回来 而且得的是更加的丰富 所以盼望 主是好牧人 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紧紧地跟随主 但也思想 我们是不是 主所托户的人 的好牧人 主都有给我们一些托户 在这些托户上面 我们也是笑话 我们的主 成为他们的好牧人 我们总是在去思想 我们走的道路 是先为主舍的 好债取回来 这个舍 这是命令 也是我们的甘心 虽然我们没有那个权柄 但我们却有那个应许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 所以彼得 最后在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 他就这样讲 我们蒙召也是位子 因为基督也给我们受过苦 给我们留下什么 榜样 那就是我们所蒙召的 我们就跟随他的脚踪行 他是没有犯罪 没有诡诈 被骂不还口 不说威和的话 只把自己交托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然后他被挂在木头上 却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这样 我们就在罪上死 也在罪上活了 所以因他受了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因他受了刑法 我们得了平安 我们原来是迷路的羊 现在归到我们灵魂的 牧人监督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总思想一件要紧的是 不要担心害怕 照着主的话走 当我们舍了 不要担心 也不要害怕 因为主的应许 我们会再取回来 那取回来的 也超过我们所放下的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因为祢把自己舍了 因为祢已经看到 祢将来要献上的是那样的丰富 将来要得着的是万国万民 将来在祢面前所要呈现的是那每一个得着救恩的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也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的心眼也同样被开启 不单单看见祢是我们的好牧人 不单单领受祢对我们的爱 我们也同样的知道 主啊 祢也把祢自己的羊托付给了我们 好叫我们也愿意笑话祢 跟随祢 按着祢的脚中去行 主我们感谢祢的恩 是祢自己的爱激励我们 也是祢自己在当中成全我们 我们将心交托给祢 祢的恩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傑然 坡神 感谢观看